核廢料送到國外、境外做再處理 它一直都是國際上非常爭議的一個核廢料的處理方式 主要的原因有三點 第一個原因是再處理的費用非常驚人 這也是現在國際上主要大部分的國家 不願意再投入再處理的這樣子的處置方式的最主要的原因 第二點就在於它對於在處理廠附近的環境跟生態 還有健康風險的影響 第三點另外也因為在處理技術 它會將布跟又高放射性的物質萃取出來 所以它其實是會導致國際核武擴散的風險增加 我們今天在這邊要特別向媒體朋友揭露一件事情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邊這個資料這個板子 這個板子是把核後端基金的預算說明書的預算費用金配表 這是103年這個是104年的預算表 我們看到這個板子可以很清楚的可以看到 在103年裡面只有看到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 但在104年度這個計畫名字科目它已經改變了 它變成用過核子燃料處置機再處理計畫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104年的預算書可以很清楚的呈現 在處理市今年新增的一個 在年前趕在過年前最後一個上班日 台電就已經把這個尚未通過的預算上網招標 我們現在想要請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現在招標了然後也簽了合約了 但是預算最後凍結刪減或是沒有辦法支出 我們在過去的核電相關的合約都可以看到 如果你簽了合約 但是你最後沒有辦法錢付不出來 你要付出的是其實更高代價的違約金 這也是再處理這個合約在國際上通常發生的案例 如果你要取消再處理這樣的合約 你會付出更高昂的違約金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所以現在台電它已經違法 預算法第五十四條在預算再處理費用 還沒有在立法院審議過程 還沒有完成審議過程就先上網招標